这边来观战一把古服S3的古董商 地图的话是在永眠镇 监管者是一个榜3的红蝶 带着底牌跟闪现 求生是古董商 傭兵 昆虫学者 以及魔术师 开启这个点 微卧号往独栋那边去 独栋说 独栋是一个昆虫学者 昆虫的虫子是可以剪红蝶的刹那的 这的话要用虫子开一波 移速吗 然后再收叉 骗一个出刀 这的话收虫骗了一波出刀 再卡红光 能骗到吗 这的话应该有一个刹那机会 但是这生剧的话 感觉拉开了 可以上户二楼 然后顺便减一波 监管者的移速 那这的话落地没办法 收虫 那短时间内的话 只能靠板去一个博弈了 闪现的话20多秒 空虫这里带的是一个飞轮 不过飞轮还没好 那这个吃刀速度还能接受吧 对于红蝶来说 有一个刹那的机会 虫子CD还有三秒 飞轮的话是好了的 是可以进行一个飞轮的博弈的 闪现的话也好了 就看两边一个博弈 能骗到飞轮吗 一个骗出来了 那这样子昆虫应该是没办法躲闪现了 这位置要交闪吗 一个闪现出到几了 那这样子的话没有刹那 还能再牵制一会儿 中场的话是一个佣兵 这波收虫是骗了一波触到 那这样子佣兵的电机都已经修了 将近一台了 对于红蝶来说 节奏已经有点崩了 古董商已经修完一台 再往中场转 想过来生事帮忙OB 哦没有 在海边这边修 那这里 古董商要操作吗 没有操作 嗯那中场的话应该没关系 到时候再补开就好了 这里的话 卡一下中场 不着急救 红蝶的话 往海边这里干扰一波 然后逼中兵过来救人 所以选择打一波落地刀 但是求生一般不会给机会啊 能打到落地刀吗 一个落地刀没打到 一个动作骗证射 成功救下来了 那这把对于求生来说 应该 不出意外应该是三跑的局 昆虫还在进行牵制 只要不倒遗产机 这把是能够压好的 这里刹那输了 尽量导远一点 拖肩管者一个过椅子的时间 二旧的话给到了我们的古董商 保持用兵开门站一个满状态 这里的话求生要思考一下开门站一个处料 把小门把目的门这地方交给我们求生者开门 怎样带走 不要倒在门这里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魔术树已经往大门那边赶了 这样子开门站 拖好之后可以直接开门 这里大心脏起立 古董商帮忙进行一个拉点 三次的指格 八秒内不能出道 古董商是有一个飞轮的 闪现还有十四秒 虽然说有底牌 但是这波闪现应该不会交 如果交闪的话 这波是稳三跑的 这里的话应该会切一波传送 傭兵应该会过来开一波中场 哦 这的话门已经开了 那就顺势直接三跑吧 呃 那这样子傭兵可以救一波 然后 古董商是有棍子的 有机会走地窖 傭兵就 选择开大门也行 红蝶再往小门这边赶 听到开门的声音是一个耐步 傭兵有两个护腕 一个抽刀 两个护腕的傭兵 这位置能出门吗 感觉应该可以啊 红蝶的话还在奋井直追 那这里恭喜我们的求生者 拿到一个四跑